再次见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到天后清风街的一间串销的餐厅 一間居酒屋來吃飯 和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推介 因為這個非常划算的海膽 原本是四百多元一版 然後他發現這裡有一個半價的優惠 只需要一百九十九 就可以有一版馬糞的海膽 我會介紹一下 吃海膽應該怎樣去吃 首先你會看到配料 它會有一個紫菜、海膽和芥末 通常海膽是怎樣吃的呢 首先拿一塊紫菜 之後就會加一點海膽 我先吃一點 我要留給我的朋友 先放兩塊 然後放進去 放到紫菜那裡 之後 加一點芥末 因為我不太吃辣 所以我還是不斷吃 之後呢 其實要不要加豉油呢 不用了 少少 這裡有豉油 好 我蘸一點點豉油 對了 這樣呢 有豉油 之後呢 我們就會 少少豉油 放上去 然後呢 包住來吃 至於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吃呢 我也不知道 其實 平時看電視 飲食節目都是這樣教 現在吃給大家看 好吃嗎 OK 因為呢 我平時吃那些 便宜一點點的海膽呢 我的感覺是會覺得 比較臭的 有股很臭的味 那這個呢 我覺得都幾鮮甜 還有它本身已經有個 有個冰陣著 所以能保持溫度 所以我覺得 這個挺好吃 推介 是的 我聽過朋友說呢 這個優惠好像是去到七月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吃海膽的朋友 就快點過來這裏吃吧 半價就有一瓶的了 然後呢 下一輪呢 我想推介的就是呢 一個瓷身 在一個大熱天使之下 吃瓷身呢 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那我就點了一個 比較正的 是有鮑魚的 一個刺身拼盤 是的 那我的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機煮鮑魚 六點刺三十四 裡面有什麼呢 有這個 三文魚 兩塊 油甘魚兩塊 兼魚腩兩塊 赤蝦兩隻 范立貝兩隻 還有這個 機煮鮑魚兩隻 是的 是沒有橙皮 OK 好 我呢 我現在呢 我最喜歡吃呢 就是呢 除了三文魚之外呢 就是這個 煎魚腩 我覺得那個煎魚腩好像 一口一口肉 就好 那我現在就試一塊煎魚腩 給大家吃 其實可以看照片 對 這個煎魚腩呢 都幾厚 是 平時吃的那些 胡轉壽司的刺身都是薄切切的 這個雖然很貴的 其實也有300-400元的接近 這個平盤 但我覺得也值得吃 又有鮑魚 而且刺身也挺厚的 我們試一下 大滿足 新鮮嗎 單單肉 非常新鮮 而且吃起來很厚 很有口感 因為平常吃的刺身都是薄切切的 好像吃了一股風的感覺 這個雖然價錢也不是便宜 但我覺得也值得吃 是否介紹了一個蘋果的 我每樣都試了少少 吃到這個鮑魚的時候 我想重點推介這個鮑魚 這個叫做機煮鮑魚 它也很細心 因為剛才我跟朋友分享 它已經分好一片片切起來 方便大家分享吃 剛才吃完一口之後 就馬上推介給你們 這個鮑魚 我推介什麼呢 因為我吃下去 它很沉皮 原來機煮鮑魚是 醬汁加昆布 然後熬成一個湯 然後去煮 然後就凍成 我吃到這個醬油的味道 出完鮑魚之後 有醬油 吃到很濃的醬油 而且它本身也很爽口 所以我特別推介 如果大家來吃 可以吃這個機煮鮑魚的鮑魚 非常好吃 剛才我們都吃到七七八八了 但是呢 還有少許位 所以就拿了少許食 除了Encode的 剛才我們那個 鮑魚蛋 之外呢 店長推介了 兩個卷 我先介紹第一個 一個卷 叫做 那隻左項 我先出包 那隻左項 那隻左項鮑魚 店長說 很好吃的 所以叫我們試一下 我聽她說 試一下 既然這麼重點推薦 我現在就試一下 這個 左項鮑魚 先試一下 然後鮑魚 我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鮑魚 先試一下 真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的鮑魚 好像 因為火鍋 很開 剛才有點焦 裡面又有一點點生 吃下去就覺得很滑 裡面有些泰柳、青瓜、紫菜 我覺得配合進去吃 非常好吃 面上有些三文椰子 還有黑色的三文椰子 黑色的三文椰子和橙色的三文椰子 那我給大家說 因為吃得太好吃了 待會再介紹另一個卷物給你們認識一下 嗨,我們已經到了甜品環節了 這裡的店長非常好 介紹了兩款應該是很Signature 的雪糕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醉脂蕨餅配雪糕 裡面有一些綠茶的蕨餅 頂上看起來像一個雲尼娜雪糕 她說這裡有一點酒 她說如果想有一點酒味就可以淋下去 淋不淋得呢?請問 自己淋自己 自己淋自己 OK 我就嘗試多一點 因為我朋友不能喝酒 那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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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她的質感呢 我覺得有點少少像雪糕 對了 另外呢 這裡有刺一粒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綠茶 應該綠茶味的 嗯 嗯 好 那我嘗試拌一點點酒先 又是我一個地獄廚神的 我再換個匙巾先 這個地獄廚神出擊 半湯匙先 免得加這麼多 我怕我 我怕我醉 我很容易醉 嘗試一下這個 究竟是什麼味 其實是一個雲呢拉雪糕 不過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味道呢 有點像棉花糖 軟綿綿的感覺 對了 那我先嘗試這個蕨餅 有點像啫喱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綠茶味 綠茶味都幾濃郁的 而且都幾煙韌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不錯 這個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與此同時呢 又介紹一下另一個了 這個很美啊 我覺得這個外形 那是叫什麼名呢 這個叫做 自家製雙頭雪糕 是的 那我覺得這個啤啤紅是最特別的 那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啤啤紅呢 我覺得好像是 好像檸檬茶味 那樣的 那我試一下 很殘酷啊 它原來很硬啊 非常之硬啊 這個 很難切啊 這個 切不到它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茶冰 哦這個茶冰 原來 應該是類似凍檸茶那些味 烏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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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 這個 這個不是烏魯茶 是 烏魯茶 所以 哦 哦 這個是烏魯茶味 的 熊仔冰 是的 很可愛啊 那這個是什麼味的雪糕呢 它說是自家製的 哦 是不是芋頭 芋頭還是 葡萄 葡萄 紫薯 我們大家有很多個答案 是的 現在 現在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味 究竟是 我就覺得是葡萄 我另一個朋友就說是葡萄 另一個朋友就說是什麼 紫薯 我想應該是 應該我不對 應該不是葡萄味 很難猜 有一點 有一點 你吃KOL 應該是紫薯 香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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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了 你對了 香芋 我很想吃紫薯 我也不知道紫薯 是什麼味道 好 接著第二款 第二款是什麼 第二款應該 我猜是士多啤梨 還是紅豆呢 士多啤梨 我猜 大家猜是士多啤梨 已經 店長已經說了答案給大家聽 是紅豆味 紅豆味 它是貌似士多啤梨的紅豆味雪糕 OK 它真的很濃的紅豆味 如果給我選 我就喜歡這個紅豆味 因為紅豆味都很濃郁 那芋頭呢 我自己就一般 是一個人喜好 我覺得挺有趣 這個可能跟女朋友 男朋友 拍拖二人世界的時候 這個都挺低色 大家可以試一下 自家製的雪糕 好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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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